2. 楚天都市報 圖文 轎車失控藏村圍牆 2015年7月26日經楚零八楚天都市報信 記者高東喜通訊員撥小圖實習生張希臣24日上午 一輛轎車在雙陽一加油站突然失控 藏村圍牆後才停下,行未造成人員傷亡 事發地位於雙周區航空路的中石發雙東加油站 楚天都市報記者在現場看見 一輛銀白色的自動擋轎車 撞在加油站圍牆上 整個車頭已陷入牆體 如逃、安全氣囊都打開了 加油站員工及加油的顧客正在救援 加油員小李介紹 當日清晨七時許一名四十多歲的男子來加油 誰知車輛突然失控向前衝 插碰一車後,又飛速直行撞上了圍牆 厚厚的圍牆硬是被撞過大洞 司機嚇得寧住了 外坐在車裡 小李和直班站長把他拉了出來 二十分鐘後裁援過境而來 保險公司工作人員隨後趕到現場 吊取監控後初步認定 事故原因為車輛故障造成瞬間失控 而吊取監控後期中補停 之間不夠努力